欢迎收看关键的许可 许可 现在传说一个说法 你现在让我买中国的电动车 没错 你要非常的小心 之前不是讲说台湾有创意私房吗 把你以前很多不堪的这个照片 给公布出去 可是这个更夸张的是 这个都是什么照片 都是你在车子里面的行为 而这个在车子里面的行为 有个人的 有两个人的 这些不堪的行为以后 居然一张照片 一张照片都被丢出去 一张照片讲是被偷拍吗 它不是被偷拍 现在被怀疑说 中国的电动车 它会有一个远端控制 你在车子里面做的什么事情 不是只有这个车子的录影机 可以帮你摄录下来 你在远端有一个人 会看清楚你在车子里面干什么 然后帮你给录下来 攻不住于世 而且我们这几天台湾的这个创意私房 它是一个这个私人的这个网站 然后你要花非常多钱 但是现在中国在上演一个大型的 这个所谓创意私房 而且是大家都可以看 因为为什么 他们就直接公布到网络上面去了 有非常多的影片 这种影片都是什么 而且现在清一色都是什么影片 都是我们类似看到这样子 就是一个人 好像是他从这个 这个所谓我们坐车前面的这个 这个后照镜这个地方 拍下来的影像 那这个影像里面来说 可能就有男女两个人 比如在亲热啦 甚至你有自己在里面 可能你有做一些什么动作 全部都拍下来 而且这些呢 现在的这些照片呢 或者这些影片呢 全部都被丢到网络上 所以现在去搜寻 中国网络上所有的影片 大家都是行车记录器里面的这个影片 所以这个的位置 就刚好你在后照镜 这个后照镜刚好就是一个 车子里面车内的摄影机 对 车子里面的摄影镜头里面 把它录下来以后 公租于世 对那尤其是被人家说到说 好像流出来 目前流出来了 轻一色都是中国的电动车 为什么 因为中国电动车都会说 我们有一个新功能 就是我们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室内的摄像机 要干什么 宝贼假设你爱困了 想睡的时候 我们可以侦测你 对 侦测你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干 譬如说叫你刹车 或者叫你起来 所以他们都会装一个这个 就被他装一个这个呢 宝贼现在被人家发现到说 你里面呢 好像有人可以远端监控 然后远端监控之后呢 他就把你的影像截下来 这太可怕了吧 截下来然后就丢到网络上面去 好 那这个影像 这是什么 这是一对男女之间 他们喜欢做的事情 就被他流出去了 那流出去了之后 就好像 他还说这是什么 理想汽车 而且就被他说 那到底是为什么这样 理想汽车当然就说 没有没有 我们没有人 我们没有人 骇进我们的 所以他还发布声明说 公司内部没有人骇入 对 行车进入器 那怎么会有 这个照片流出来 难道是有人 可以骇进去吗 最大事实上就引起 大家对于中国电动车的 这个安全的疑虑 还有另外一个 这是最近 中国最流行的影片 就是有一个女子 在这个高河的 这个电动车上面来说的话 她可能在那时候 做她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就被人家 网络上就把 这个影片传出去了 那从现在中国 他们都看 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 你说一个人 对 那怎么会 这么多影像 这么多的这个照片 这么多的这个 大家都说 中国电动车 真的不安全 而且你知道 现在我们就说 为什么这对台湾很重要 保洁 接下来的 我们台湾也要 中国电动车 准备在今年 可能要压进了 那压进之后 这会不会造成 我们相关的 这个个人隐私的疑虑呢 这我们觉得 好好地想一想 可是中国电动车 现在事情也太多了吧 刚才讲 中国电动车 不断地在成长 不断在成长过程里面 居然把这个室内的影片 室内的影像 一个一个地公布出来 另外就是 现在美国跟欧洲 已经结证同盟室 你也太夸张了 你居然低价 请销到 你不赚钱都要卖了 好 抱歉 事实上这几天 传出来的这些影片 影线的话 那我们想到 雷蒙多之间 你不是说吗 如果有数百万台的 这个中国电动车 在美国的话 我们 他们如果同时间 把你这个杀车 几百万的电动车 突然停止 那是多可怕 所以这样 这是不是证明说 你看你这些数据的 不安全性 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雷蒙多说了 不是假的 而且你知道 事实上现在 我们中国的这些影像 除了这些影像之外 还被他质疑什么 你的安全度 保险事实上这是什么 这是中国一台休旅车 停在这边 就这样他突然就飞起来了 飞起来 他盘点也太高了吧 对 你想到 到底怎么回事呢 就原来是这样 他的这个 下面的这个电池 突然间找我之后 那个爆炸威力 你看让他弹这样 如果你看到的时候 你一定吓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弹得到空中原地 跳了三层楼高 大家从来没有看过 这样一个状况 那另外还有什么 很多都常陆陆续续 在网路上面 电动车爆炸 爆炸就直接这样爆炸 他们就想怎么回事 而且这不是只有一件事 是连环爆 连环爆的一个状况 那甚至 你看就直接这样爆 你可以想象吗 这是中国电动车 保险我问你 试想 他可以这样爆的时候 如果雷蒙多说的是真的 我可以控制你 我可以把它变成是炸弹 去炸你 所以你看 这个真的是很严重的 国安问题啊 你不要吓我 当然 保险我问你 如果我可以控制 而且这在运送的车上 卡车上都会炸开 对那这是什么 这是比亚迪 比亚迪他自己要运送 他运送自己的车 他车还是禁止状态 就是自己烧起来 烧起来 烧到最后来 来说没有人敢去铺救 那整个电动车 完全都烧光的一个状况 甚至你看 这很多都是突然之间的 都直接电动车的这个加油站 或是这种所谓的 这个电动机制的加油站 你说连电动自行车 都会烧起来 都全部烧起来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们做的电池太差 甚至还有什么 我跟你讲 除了电池 除了安全性 除了数据之外 最近不是还有小米汽车吗 小米汽车不是大家都说 哇很棒吗 结果没想到 有人去试这个小米汽车 就试小米汽车 保洁知道 他们有所谓防甲手的装置 结果没想到防甲手 结果没想到 你是你手被夹住 你说他们有一个 就是说可能靠近的时候 他们会感应到 他还是被夹住了 对就被夹住 被夹得死死了 而且很多人 为了要玩这个 所谓防甲手 真的就是手被夹住了 所以他事实上 现在很多中国的这个 安全性 各方面的遗誉 都让大家觉得很惊悚 所以你说现在如果 刚刚讲的 细思极口 你现在回过头来 去看雷蒙多讲那句话 就代表 他真的有一个中央处防 有一个中控装置 他可以调控 或者监视 所有的车子 不然这些影像从哪里流出来 好 那我们就讲 像最近如果大家注意到的话 耶伦不是去中国访问吗 然后这几天的时候 肖茲不是也去中国访问吗 他们都不一种谈到一件事 什么事 就是你的车子的问题 你不要把这个车子的 低价请向到海外去 你用这样子 他们两国都同时搞 这个表达忧虑 而且他们都认为说 未来不排除 会对你寄出所谓的这个关税 美国跟德国 对 为什么这样 因为第一个 你里面安全性 什么都造成很大问题 我真的非常担心 好 那除了这个 目前为止 他们把电动车摆上 未来可能会对中国 动手的原因之一之外 还有另外第二个 宝杰 这是美国 他们现在来编转一个 这个报告 这个报告是什么呢 可能是中国版 美国人写的 中国版的百官行述 那为什么这样说 你看这是 这个华盛顿时报说的 美国情报机构 在报告什么 中国最高的这个贪官的 所有的状况 他们要整理出来 所以这个 这件事到底怎么发生呢 因为目前为止 五角大厦 他们传出来 五角大厦里面来说 这个五角圈内里面来说 他们就说 他们国安部 在编一个情报 这里面要揭露 所有共产党领导人的腐败 还有隐藏财富 还有包括习近平的一个状况 你们所有的钱 你们的钱放在哪里 美国要进行调查 而且要把它公布出来 对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报告呢 主要原因是 因为美国不是有通过 2023年的国防授权法吗 他就有说 要求海恩斯 他们的国家情报首长 还有布林肯 你们要完成一个 所谓非机密的报告 涉及到中国的财富 还有贪腐的活动 那人家根据目前为止 我们知道的讯息是 他已经包括 已经整理了非常多 因为美国有非常多 全世界的 他前一阵子已经调动了 他能够调动了 所有银行体系 包括瑞士银行 什么新加坡银行 你全部都给我资料 所以他们现在 收集了非常庞大资料 他们制作了 报告内容目标 包括习近平 还有拥有这个9800万党员的 共产党的高级官员 其中包括205名的 中央委员他都有 然后政治局的这个 里面的这个 所谓25名的这个最高官 还有7名的常委 他全部都有 而且他们就说 这些地方 他们从什么 美国地方收集之外 还从他们在中国 所有的情报单位 都收集得非常清楚 所以现在准备 在这份报告 假设宝洁 真的公布出来的时候 你看这个杀伤力 到底有多大 他可能就用这个报告 要么来对付中国共产党 要么就是让中国共产党 形象大坏的一个状况 好 听会 刚才讲的 之前雷蒙多曾经讲说 他要阻挡中国的电动车 他讲过 你想象一下 300万台的中国电动车 在美国的道路上面 在各种道路上 高速公路 在一般道路 突然停止 那个对美国来讲 那是一个非常恐怖的 国安危机 可当然有可能吗 你有可能说 你就控制300万台的电动车 你就让他同时的停止 可是如果我今天看到这些影片 刚才讲这个影片都是非常私密影片 至少这张影片绝对不可能外露 因为只有一个人 他在里面 而且是一个女孩子 怎么可能外露 他们说 怀疑说 真的每一台电动车 真的会有监控 监控后面有一个中控装置 然后有一个 等于说这一台汽车里面 你怎么跑 你去了哪里 这台车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都知道 你不但会知道 我还可以控制这台车吗 对 因为中国在监视 监视一般民众来讲的话 这种做法其实是蛮衔尽的 当然他这个汽车如果跑到美国去 或是跑到欧洲去 同样的也可以 他还是可以监控 一样的效力 对 一样是做监控 难怪今天讲说 美国港口那个门型下的震华 可以把你美国所有港口的数据 送回到上海 是的 所以美国政府 早就发现到这件事情 所以他极力的改变 包含震华那个claim 那个所谓的掉货柜的那些机器来讲 他都可以侦查每一个美国的港口的 进出口的相关的数量 还有它的数字 还有这边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另外来讲的话 这个比亚迪的车子也好 或是这个电动车也好 进入到美国市场去 进到欧洲市场去 它不单单只是形成一个监控 如果监控去摄影来讲的话 有些东西隐私被抓到就算了 重点是什么 它可能形成一个行动的炸弹 它形成是一个什么东西 比如说像这种电池来讲 它真的可能变成行动炸弹 开到一半就可以发生爆炸的事件 那它如果要冲装那些 所谓的关键基础设施 或是美国重要的一个 机密性的一个部门来讲的话 是不是就形成类似像911这种情况 飞机去撞大下的这种概念呢 那这些汽车全部动来动去 都在这个除了征收之外 另外我认为还在做一件事情 你知道中国它现在来讲的话 要跟美国批底了什么东西 就是卫星 就是太空系统 那美国的GPS 大家都知道说非常精准 现在中国自己发动的 发射的那个北斗卫星系统来讲的话 在2020年的时候 已经建构出全球的所有体系 但问题在哪里 就是它的精准都不够 所以现在中国内部来讲的话 它是通过比如说 它的大卡车司机 它的相关的船舶 我要地面接收站 对 都要装这个北斗卫星的目的 在干嘛 这不断的在校正 不在校正 但是毕竟来讲 这是只有亚洲地区 以及中国地区而已 如果在美国呢 如果在欧洲呢 如果这些车子它在移动过程当中 你怎么知道说里面有没有被装 类似像北斗系统的相关的接收器 这时候它就可以去做校准 而校准的目的来讲的话 知道说北美地区来讲 欧洲地区来讲 未来我发射东风飞弹过去的时候 我是不是也可以精准地命中它 想要命中的目标 所以它不单单只是揭示 它还在做测试 它还做所谓的行动型的炸弹 所以这个东西来讲 当然美国要挡 因为它不是单纯只是商业问题 如果商业竞争那就很简单吧 特斯拉之间的商业竞争 看谁品质比较好 但是现在重点是 涉及到国外议理的时候 美国绝对不会手软的 所以董事长 你特别提到的是 华盛顿时报 这个在美国一个非常右派的报纸 跟五角大厦关系非常好的媒体 它居然讲美国情报单位 已经报告说 中国政府最高层的贪腐状况 他们要求什么 要求国家情报的手上 包括这个全部 你要给我做一份报告 一五一十的详细记录下来 对 这个华盛顿时报 它是韩国文显民当时办的 不是华盛顿邮报 先让观众搞清楚一下 第二点来讲的话 这个讯息是这样子 在去年的 2023年的 美国的国防经费的财联 就是所谓的快级年度的报告里面 它做了一个决议 我们台湾称之为类似像附带决议一样 要求美国情报机构 国家情报机构 从去年的12月份开始 到今年的12月份 为期一年的时间 要做什么工作呢 要把中国的主要领导人 他的常委 那七个常委的全部 还有这 包括到地方的这个 省委书记以上的级别 所有人的海外资产 全部给我查清楚 要做附带决议了 然后今年的12月份 就要把这个案子结案 结案没关系 更不要来后面 还要把做成报告 做成报告要到国会报告 列入法案 那不就公开了吗 公开 公开没有不好 那是什么意思呢 但是美国有能力去查 中国共产党 所有高官在海外的资金吗 对 他要求情报机构去查 那过去不是有什么 纽约时报过去的报告 报导过什么 温家宝他们的家属 还有什么海外 还有些什么香港媒体报导 习近平家属有什么钱呢 那都是叫做媒体报导 现在全世界这一次是官方报导 经过美国情报机构 认证的 认证 你这些所有的这些贪腐的资金 每一个每一个人多少钱 全部给你列下来 然后列入公报 美国早就知道了 到后面还要更麻烦在这里 如果这个东西公布出来以后 请问你 那中国老百姓的感觉如何 中国老百姓感受一定很坏 我们在这边连公家 我们当公务员 现在薪水欠薪三个月 领不到钱 你在美国哪一个秘密银行里面 藏了好几亿美金 所以这整个事情会是一个核爆级的大炸弹 核爆 在今年年底就爆发出来 那爆发出来 它到底会形成什么样的效应 我们不晓得 但是美国情报机构 敢做这个动作 然后敢承诺这个事情 它一定会做成非常大的影响 有可能拿来协商谈判 作为私下的一些处理 所以说中国如果胆敢犯台的话 这些人的钱全部要被冻结了 不然它就扣掉了 如果今天在中国的这些大军头 他们的资金被查扣的话 那当然来讲的话 他有这个顾虑的话 他可能就不见得愿意去打这个仗 另外就是美俄之前又有个新的战场 居然在北京 我们知道当北京兵戎之后 它现在很多的所谓的天然气石油可以开战 特别的花了很多钱 花了数百亿美金 在亚马尔建构了一个挖掘天然气的设备 可是亚马尔没有管线可以送出去 它干嘛 它用LNG船 它变成液态天然气送出去 结果现在什么 美国说我要让你这个北极的液态天然气 你送不出去 甚至他们的助理国务卿怎么讲 他说美国的这些人 还要负责一件事情 确保北极液态天然气2号的项目彻底完蛋 对 没错 为什么美国要对这个俄罗斯的LNG2号的 北极的这个液态天然瓦斯 要把它干掉 很简单 因为第一个他现在打的就是说 你在俄乌战场上面来说 你为什么俄罗斯能够撑上天然气 因为你一直不断地输出石油跟天然气 特别我们要阻断你LNG2号的投资 为什么 普丁很看重这个 他一共投资了250亿已经盖好 这边上面的这个建筑都盖好了 现在就差什么 那就是亚马尔这个地方 船来运我就可以出去 船来运之后我就大赚钱了 好 结果现在美国就说 我要把你砍掉 为什么 你看他们的这个所谓 助理国务卿就说 我们的职责是确保 北极液态天然气2号的这个项目 彻底完蛋 讲这么看 对 好 那为什么要让它彻底完蛋 因为事实上说真的 美国的LNG这几年也卖了非常多 它有很多船 你看这美国LNG卖了非常多之后 俄罗斯份额没有增加 所以说实在 这是美俄呢 他们在能源战场上面的一个战争 所以这是能源战争 对 当然也是国家之间的一个战争 所以他们现在确保 好 那你要怎么确保呢 很简单 保险 你知道 事实上目前为止 美国就不断的断你的LNG船 你没办法盖的时候 你就没办法盖 好 所以我就讲嘛 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事实上这LNG LNG的这个投资来说的话 中国跟俄罗斯两个国家投资最多 当然啦 这主导者是俄罗斯的Novac 但是它有很多外部投资 外部投资最多的就是中国 所以等于是这个卡住两个国家 中国跟俄罗斯我就把你卡住 好 那为什么这样 我们讲 事实上现在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 这个出口来说 过去是透过欧盟管道这么多 然后还有透过中国管道是这样 然后还有液态天然气 所以你看它现在 等于是欧盟已经没有了嘛 所以你看它的出口量大幅减少 中国还是差不多 所以它现在想办法把这个液态天然气 把它拉高 所以这变成是说 你用这样的方式来赚钱嘛 那美国就打你这个打七寸 就把你这一块把它封杀掉 那你说美国怎么能够封杀 简单 因为俄罗斯做不出这个 LNG的这个液态天然瓦斯的 这个很难吗 而且这个是超难 不是很难 是超难 全世界目前呢 大家都能够坐成船啊 所以它现在 美国是针对你的这个 谁帮你这个坐这个船的 我把它封锁掉 比如说韩国的这个韩华海洋 然后还有日本的这个山井租市会社 我这两个呢 我就譬如说我帮你盖的 还有我租给你的 我都给你制裁 所以你敢租给这个俄罗斯 我就制裁你 你就像是棋子外光机一样 对 不可以卖给俄罗斯 所以现在等于是帮他造船的不敢造 然后租给你船的也不敢租 那同时还有三型重工 三型重工是原本帮他做某一个部分的船体 现在也不敢 所以等于是美国说 你不能够跟俄罗斯往来 这些船只都不敢跟他往 船只制造商都不敢跟他往来 那你俄罗斯呢做不出来 俄罗斯不是做不出这些东西 你要做外壳啦 做那个中国也可以做 那他就想 那我去找中国做就好了 中国不是可以吗 宝姐 问题是有一个东西是 中国也没办法做 那是什么东西呢 因为我们知道 液态天然气的这个船里面来说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绝缘层 就是这个绝缘层 对这个绝缘层相当重要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你要把它液化的时候 它要在零下163度左右 这么冷 你要存在这个地方 那存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 它可能因为温度的变化的时候 这个天然气会有膨胀 或者收缩 所以你看这个薄膜层 这个薄膜层 它是有好几层这样做出来的 它这个看起来是很像有波浪蚊状 对不对 但其实它是这样子 它有一个绝缘层 是做这么 你看这么多道 这么多道的这个程序 包括说要有这个不锈钢板 要有什么粘合胶 然后硬居 硬居胺的这个泡棉 然后还有什么树植 然后还要再有一层 然后交合板 防水密封板 还有玉立的这个 所谓这个混凝土结构 哇一大堆 你里里口口 你看的时候觉得很难 那你还用两层 把它弄上去 一层比较薄 一层比较厚 你才能做成这样子 那目前为止 只有一家 这个法国叫GTT公司 唯一家 所以等于是说很简单 我只要把它封锁住了之后 或许你找得到中国帮你做 但是我说这个东西 GTT的这个 你所谓的低温保温的这个系统 你不能够卖给 这个所谓俄罗斯 那就没辙了 所以美国现在就直接 把这个公司 把它列管起来 你敢卖给俄罗斯有关的公司 我就不让你做 所以等于是说 现在没办法 没有人能够做 所以你花了250亿美金 你搞了一个亚马尔 亚马尔现在讲说 你就算你开采出天然气 我也让你送不出去 而且他里面讲的一个 非常关键的话 他讲说 这个也是要确保俄罗斯 不能开发新的项目 让他们不能为之前 输入欧洲天然气 可以重新安排趋速 事实上现在 因为LNG船没有来 你知道现在那些厂房怎么办 保洁 现在都结了一层兵 没有办法用 不能用 对 所以这就是美国的目的 所以美国不但是让你的 这个所谓的天然气送不出去 我是根本就让你亚马尔的这个基地 不能运作 而且你没有船 你运作怎么用 结果你知道他们怎么办吗 事实上他这个运作是什么运作 自己开采之后 他们天然气就在他们管线里面 跑来跑去 自己跑 但是没办法输出去 那所以因为你很久 很久没有人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都慢慢结成兵 那美国的目的就是 让你变成是 没办法用 那人家现在倒霉是谁 倒霉在中国的海洋石油 中海油还有中石油 他们两家公司 因为他们各拥有10%的股份 所以等于是 他们把你中国的股份 你把它冻住了 你看260亿 你也投资了20% 这样非常多的这个金额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知道 那最近他们当然是找了这个 这个中国来求救 找了中国来求救之后 保洁那怎么办呢 他们就说 中国你麻烦了 你们能够帮我做吗 结果没想到 你看这个中国他们说法是 我们爱莫人数 我们只能够做外面 他的这个合金 我们这个外面的这些合金 我们都能做 所以保刚说 对 外面的合金我没有问题 对 但是里面那一层不行 薄膜我没有办法计数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这个难度是相当高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没有美国的松手 你俄罗斯未来在 意太天然气 这个所谓的LNG上面来说 你要有很好的输出来说 难度都非常非常高 好 会成 刚刚讲的 俄罗斯为什么可以开采 北京的石油 是因为整个世界的气候暖化 气候暖化里面 北京好像都被打开了 北京好像都被打开 它的开采也比较顺利了 现在看起来可怕是 因为暖化之后 所有的灾变 你超乎想象 最近大家都注意到说 中东 中东 都不是想 杜拜 沙尔地亚勒 沙漠 这个地方不都非常干燥吗 就现在 雨下得这么大 你要那一招飞机 那一招飞机被水冲走了 是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其实是杜拜的机场 整个停机坪 看起来都跟河道一样 满满都是水 也因为它短短的12小时之内 它不是起飞 它被水冲走 它是被水冲走 而且也因为这一场就12小时 下了几乎是整个杜拜 一年的雨量 所以导致它们有50几班飞机 全部都进行停摆 那你现在看到 其实这个水 因为它们本来心里想说 我们这边就很少下雨 下那么多了 又急又快 完全排水系统 所以看到是市中心 市中心道路也全部都是水 然后这些车子 其实有一些车子 水已经涨到 几乎是快要到 那个驾驶的胸口 所以其实情况还蛮危机的 然后呢 他们就 大家就心想说 我真的是从来没有看过 这么大的雨 激了这么多的水 然后你现在看到的是 Shopping Mall里面 Shopping Mall里面也这样 有人还在 这是杜拜的Shopping Mall 对 而且有人偏见说 你不想我还以为是印度 因为这种景象 好像是印度比较常发生 整个Shopping Mall里面 竟然全部都是水 那也因为这个雨 水实在是一瞬间太大了 所以导致你看这个是 那个公共的一个他们的地铁 也全部都是积满了水 然后你现在看到就是当时 你的雨下得又急又大 而且你看刮风 暴雨 就是同样都是这样来的一个情况 其实是还蛮危机的 就是说除了像这个杜拜之外 你看真的是有的是从外面拍 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水的 已经真的是已经到了 那个车子的顶 还有是从车子里面拍的 也一样都是危机 杜拜人从这一辈子从来没想过 杜拜会淹水吧 是 而且这是大量的车子 泡在水里面 然后你这看得很可怕 这个是那个他驾驶 自己拍自己车内 他真的只剩下一个 几乎到了他的胸口 只剩下他一个头 然后他还不弃车 因为他可能心想说 外面谁搞不好看车 对 不知道 他就不弃车 我想说这个还蛮勇敢的 与车子共存亡 那这个他自己在开的时候 觉得很可怕 在外面的人看他拍的时候 也心想说 这人也太勇敢了吧 到现在还不弃车 然后把车子当成是船在开 他那开过去 他的挡风玻璃上面 全部都是溅上来的水 所以他们想说 如果雨在持续下 后来还好停了 雨在持续下 真的其实这个车子 就已经灭顶了 那车子全部都进满水 下了120毫米 这120毫米 可以说是相当杜拜 一年所下的雨 而且你想说 现在不但是看杜拜 不是中东现在 有大量的豪雨 台湾也要非常小心 因为台湾过两天 听说也有这个所谓的雨要来了 对 他说现在刚刚讲的可怕在于哪里 可怕在于说 他现在在华中 他现在在华中 已经造成灾情了 是 主要就是中国华中这个部分 他们就说这个叫做西南窝 那西南窝最主要原因就是说 哎呀 这个冷热气候呢 气旋就在这边 然后导致对流很旺盛 那个看起来真的很可怕 很像刮台风这样子 你说这就是 这两天要来的雷雨包 是 然后这个江西狂风暴雨 所以现在其实已经 已经让我们看到 这个其实他的雷雨包真的很可怕 然后再来呢 还有就是风 风跟雨 其实其实这交架的时候 就很容易造成的一些天然灾害 你看他这个下冰暴 玻璃被吹破了 对 下冰暴之后 导致他的屋子里面 竟然整个玻璃都被那个冰暴给打破了 打破之后 这有造成小朋友的一个 有学生被因此而割伤 然后呢在17日的时候 一样也是出现了一个 风太大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导致你会看到这边 也正风上卷来卷去 然后造成他的相关的一个 那是桥 对 桥的围栏都倒了 对 而且你要知道这个桥 是在2021年2月才通车 然后投资近2亿 所以中国每次遇到这样子的气候 极端现象的时候 出现另外一个灾害是什么 就是它的一个施工品质 不好所导致而成的 他们说这次冰暴最大的直径 现在来到四五毛那个桃米 所以你就知道一旦当下下来之后 其实它会导致 有房屋的损坏之外 很多地方公共的一个桥梁 都会因此而受害 这就是那么大 其实还蛮惊认的 像一个棒球这么大 是 然后除此之外呢 16日呢 它的那个狂风也把四川的大楼 顶部的一个钢板 整个都吹下来了 然后呢各地也都是这种 有的地方偏山区 还发生洪水爆 那个就是整个山洪爆发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就说这个瞬间雨势过大 真的 你看挺可怕 它整个钢板就从屋顶向这边 整个吹翻下来 所以他们就说这种极端气候的一个情况 它所造成的水害很长 这伴随是因为你的施工品质不好 然后呢再加上就是 没有办法瞬间的把人驱离的情况之下 造成了一个人员的伤亡现象 其实还蛮严重 再加上重庆的一个长江大桥 也因为这个临时的防护棚 顶部至暴风而导致坍塌 那还好因为那时候旁边没有人 所以没有造成人员损害 那同样的情况也都是发生在安徽 这些相关的地方 那大家都心心想说这个极端气候 都造成这个伤亡 雨萱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气候变异 都是因为暖化 就是暖化造了一个 我觉得非常可怕的现象 是世界足球赛 我们知道章鱼非常聪明 章鱼大概成年的章鱼友 八岁的智商 非常聪明 而且他是天生的猎食者 非常的恐怖 可是你现在发现 有很多的章鱼 它不会猎食了 它抓不到猎物了 为什么抓不到猎物 它的眼睛竟然因为水温不断地增加 水温增加之后 它眼睛的蛋白质被煮熟了 对没有错 宝静哥最近在深海里面 因为大家知道深海的生物 原源比陆地多 而且其中又有章鱼哥 结果这章鱼哥最近落难了 但理由不是因为海绵宝宝 为什么 是因为海洋的温度增加了 所以海洋温度增加 到底有什么大不了 真的有大不了 各位 海洋最近增加你知道几度吗 大概两到三度 但是这两到三度 就可以对这个章鱼哥造成重创 为什么 因为各位 你看章鱼的大脑 头大大的很聪明 但其实70%的功能是用在什么 眼睛 是用在眼睛喔 是视觉部位占了70%大脑 所以当这个上升两三度的时候 所以科学家最近在研究发现 不对 那这个章鱼哥的蜜蛛 它的蛋白质 怎么越来越少 因为蛋白质产生破坏 产生摧毁 所以他们在讲 整个章鱼哥的视力 越来越弱 就是受到这三度水温上升的影响 甚至它的后代 百分之三 剩下百分之三分之一 各位 能够存活 所以代表三分之二章鱼的后代 他们的卵都造成嚴重的打击 就是因为这温度上升 他以前是非常可怕的狩猎者 他等于说我可以 我可以变态 变装 我可以等待 而且我可以追猎杀 就没有想到 他现在因为眼睛的关系 他的猎杀功能 等于说失落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 就是验证章鱼到底多厉害 你仔细看 他说好像把一个人纠缠住 不是 你仔细看他的一举动 他在干嘛 首先他知道这是一个人 再来他抓住他呼吸的部位 就是他知道那边正在吐气 另外他把他手也压制住 然后呢 在压制扣缓 所以他等于透过他的八爪 很精准的攻击到 这个人类的每一个部位 这个有多难 他的攻击要害 对 第一个他有智商 他知道这个人 他的五官构成在哪里 在第二件事情他知道说 我应该要制止哪里 才可以严防他 攻击我才可以制服到他 所以你看以前章鱼狩猎的时候 是如此之聪明 甚至厉害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很多生物是为擬太 有一些螃蟹啊 这擬太 我讲你人走过去了 你蟑螂都看不到啦 但是人看不到 就章鱼你知道他多厉害吗 他可以看得到擬太的生物 比如说你看哦 旁边有一只螃蟹 那保留哥我跟你讲 我看了老半天 我还看不出来螃蟹在哪里 结果谁看到了你知道吗 章鱼刚刚看到了 他直接伸手 就直接把那个螃蟹抓了 然后就拿来吃 所以就知道章鱼的眼睛 视力是多厉害 而且他是高度仰赖眼睛 来猎死的生物 结果现在这样的一个章鱼哥 如果他的眼睛 蜡蛛老花眼 如果他的眼睛近视了 如果他的眼睛看不好 现在这些科学家 都在担心一件事情 那以后会不会造成 对章鱼这种生物 有一种重大的打击 因为当他的眼睛的蛋白结构 产生破坏的时候 那往后他要怎么猎死 往后他要怎么生存 更遑论他的下一代 现在已经大量在死亡 所以这个现象呢 除了章鱼帅 其实也持续在 其他的生物物种当中 而且最可怕的就是 现在的珊瑚刚刚讲的 白化的程度 已经变成了趋势了 对没有说各位 以前珊瑚白化 它有一个警告线 也就是说全球呢 大家都会讲 气候变迁的状况下 如果超过15%呢 科学家就会大主注意 代表说这个叫做 珊瑚白化警告 结果没有想到现在珊瑚 你知道超过多少吗 竟然今年喔 我想各位 我们反过头来讲好了 只有3%的珊瑚没有白化 97%都有啦 只是严重程度而已 所以他们就讲 这个现象很严重 你说雨萱 这珊瑚有什么大不了 当然有 因为1%的珊瑚 覆盖在整个全球的海面 但是你知道 有1%的生物 包括什么小丑鱼啊 有没有看过海底总动员 都仰赖珊瑚这种生物 共生共存 是共生的 当然是共生的 所以如果珊瑚白化之后 那请问一下未来这些生物 会不会也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所以他的生态系没了 对这生态系等于造成这种打击跟破坏 而且他们现在在科学家在研究说 你以为这是刚开始吗 不是 因为还有更严重的事情 真的珊瑚都变白色的了 对 因为他们现在在全球各地 有大概释放 比如说百分之 现在差不多百分之四十九 各位 只剩一半 一半的珊瑚都出现了 严重白化 那剩下加上有一些 比较没那么严重的 加起来高达百分之九十七 而且各位 全球这是全球遍布 各地都发生这个现象 所以你仔细看到那个所谓的白化图 你会发现一个很可怕的状况 他都会卫星去打 会发现说 大概整个全世界各大洲 各大洋 都出现这个现象 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 南极洲 南极大陆各位 现在熔冰出现这个现象 已经是系统性的崩坏 也就是原本冰温度上升 所以他开始熔化 但熔化之后 他会失去他的支撑 所以导致整个南极大陆就就地崩台 所以各位你看 原本南极大陆是一个什么 球形的状况 就保底科你现在看 变成什么了 不规则了 不规则 而且只剩下 几乎只剩下一半腰斩了 所以他们说如果说 这个东西持续的融化 而且它融化的大小多可怕 可能高达超过一整个 格陵南岛的这个现象 所以各位你看这个眼镜状况 慢慢的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它等于是先融化 先稀疏之后 过来崩掉 稀疏之后过来崩掉 而全球暖化的现象 配合这个南极洲 冰冰的问题 恐怕会越来越严重 而且 当这个暖化以后 现在智力的科学家 透过AI的摄影机 就发现 越来越多的奇怪生物 跑出来了 对没有错 他们现在因为智力的科学家 在研究这种深海的生物 就陆续发现了 有什么样奇怪的现象 你会发现 第一个深海生物 因为它压力大 而且深海是没有阳光的 很多发光的物种 他们发现了几种新奇物种 首先第一种是这种熔鱼 这种鱼圈熔鱼有什么大不了 很特别为什么 因为它全身发射这种蓝色的生物光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生物光 是因为表面细菌造成的 但是 你肉眼就可以直接 望穿到它的鱼骨头 所以就有一条鱼鱼在那边 那你原本想到很漂亮 其实这些细菌发光 甚至还有鱼骨头 他们还发现另外一种 特别什么 就各位现在看到了 这个叫什么 这叫银河管水母 说雨萱 银河管 什么意思 它就是处于这种 这种透过发光的现象 来去诱食一些鱼类啊 甚至诱食一些 一些我们讲微小的甲壳类生物 而且他们还讲 发现了一个最特别的 叫做Flying Pasta Monster 你说什么意思 飞行意大利面怪物 所以他们就这个形象 实在太特别了 像一坨一大利面 在那边抖动抖来抖去 甚至还发现一个 叫特别的 叫做海底的芭比猪 而且这个芭比猪 长得特别可爱 为什么 因为它看起来就像一只猪 而且它是粉红色的 各位有没有看过佩佩猪 没有错就你先看到了 这个 对 然后你看它的脚脚 脚在那边动来动去 非常可爱 这深海生物 对深海生物 代表说各位 它透过这种软性的组织 才有办法抗衡深海的压力 与此同时 他们都会带一些 透明发光的现象 而包括甚至是 海底有一种叫做 玻璃海绵的生物 它的寿命高达多少 一万年之久 你就知道 整个深海里面出现 各种奇怪的生物 而且发现 一发现就高达一百六十种